HELLO 又是我Sally 最近我期待了很久的蜘蛛盒飛躍蜘蛛宇宙終於上映 我有很多朋友都推介說超好看 上網看的評語都說很棒 但我還沒空看 不知道你又看了沒有? 又或者你覺得有什麼好看? 記得不要劇透 歡迎留言告訴我 不說那麼多了 立即開始今期熱話 據外媒報導 2022年OLED面板生產商一直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 例如是LG Display的OLED產量只用了50% 生產商為了維持利潤 唯有集中般催谷高價的產品 導致OLED和QD OLED面板的價格上漲 不過最近有消息指 今年OLED的需求正在增加 意味著OLED面板在生產成本上有望可以下降 市場推斷這種趨勢有機會持續到2026年 雖然現有型號大跌價的機會就不大了 不過未來絕對有可能出現價錢更親民 更容易入屋的OLED電視機 Code最新發布的T-Turby後繼機Berti 定價是3995英鎊 換算港幣大約是38800元 數字上沒有明顯下調的感覺 但是用到不少來自高階Ultima系列的設計 相信足以令用家覺得更值得 輸出功率達到8Ω每邊75W 有著Code在Ultima系列中最新開發的Dual Fit Forward 除初技術 降低訊號錯誤而造成的失真 令到音色可以更加真摯全神 而且有著Ultima級的先進電子技術 持續監察各組件的電力、溫度數據 令到放大器保持最佳的狀態 另外今次的供電組件上也都下了不少功夫 無論是推輸架喇叭或是坐地喇叭都一樣可以應付至於 Audio Technica再推Soundburger邊攜黑膠轉盤 零售價是199.99英鎊 換算港幣大約是1950元 Soundburger最大特色就是外觀用上幅黑設計 以皮帶驅動 配備可換式暢針和鋁壓轉模轉盤 對應藍牙無線連接 支援USB充電以及RCA接駁 電池的持續力可以達到12小時 目前有黑、白兩種顏色可以選擇 推出60周年紀念版時就迅速受慶了 上次錯色機會的朋友今次要多多把握了 而全新黃色配色型號也會在今年的下季上市 喜歡收藏特別款的朋友記得多加留意 Apple 公布最新AR眼鏡 Apple Vision Pro 內置Fision OS 3D空間介面系統 搭載Apple M2以及R1晶片 內建兩個Micro OLED顯示模組 合共像素可以達到2300萬 據知顯示效果可以比美100呎的大銀幕 最特別的就是眼鏡能夠把影片周邊可視空間 編滿成指定的場景風格 令到看電影的體驗可以更加真 音效方面也都根據用家的頭部特徵 耳袋形狀以及身處環境作調整 Fision Pro採用全體感操控 會利用高速鏡頭和LED感應器追蹤眼球活動 目前已經知道Apple Vision Pro 二四年初會在美國搶先推出 定價就是美金3499元 換算港幣大約就是27400元左右 至於香港的推出日期和定價 就有待官方進一步去公佈 除了Apple的AR眼鏡之外 Meta在上星期也搶先揭示了 最新的VR眼鏡Quest 3 預計今年秋季發售 定價就是499元美金 換算港幣大約就是3900元左右 Quest 3的光學部分 比Quest 2薄了足足40% 採用新一代的Procom Snapdragon晶片 圖像運算效能是前作的兩倍 配合新加入的兩個400萬像素RGB 彩色鏡頭以及深度感應器 在穿透模式下 像素是Quest 2的10倍以上 這樣就可以為用家帶來更加理想的AR體驗了 今代操作手把Touch Plus 亦都改為簡約的棒形設計 並加入True Touch震動觸角提示 各項升級都希望用家可以得到最好的使用體驗 Aston Martin新成員DB12 將會在今年面世 車內音響系統亦都特別請來同向B&W設計 而B&W代表亦都透露 今次只是合作的開始 期待未來會有更多跨品牌的合作 B&W今次為DB12設計了一套 由15個單元、兩個放大器組成 輸出功率達到1170W的音響系統 DB12這個選配項目的價錢等等的詳細解說 就有待公佈了 不過已知今次會用到雙層震膜高音單元 和Continuum的中音單元 亦都利用到B&W的Twitter on Top技術 將三個高音單元安裝在儀錶板上 減低雙體和擋風玻璃的反射對聲音的影響 Panix推出設有HDMI ARC的多功能網絡合併機 SU-GX70 利用Panasonic多年來開發的藍光機技術 改善HDMI音質 包括以最低解像度回傳影像訊號 以減低對音質的影響 還有將聲音訊號bypass HDMI LSI 以更短的路徑直接傳送到數碼音訊接收晶片 有齊傳統合併機有的模擬、數碼輸入 還有Phono MM唱頭輸入 一機玩盡絕大部分的信員 放大器利用Tenix自家Geno Engine 全數碼放大技術 前後級獨立供電 SU-GX70預計會在6月底在日本發售 定價是22萬Yen 換算港幣大約是12400元左右 Razer 推出品牌第五款真無線耳機 Hammerhead Pro Hyperspeed 每邊配有一個10mm驅動單元 頻率響應在20Hz至20kHz 更加獲得THX認證以保證音質 除了一般藍牙接駁 大家還可以利用除耳機附送的 Hyperspeed 2.4GHz USB無線模組 來獲得極致化的低延遲體驗 連帶充電盒的續航時數是11小時 其餘規格還包括自適應主動降噪 IPX4防水等等 官方定價是港幣1599元 喜歡電競耳機的朋友 不妨考慮一下這款耳機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Share給朋友觀看 還要留多點言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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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